明星怀孕,生子总会霸占头条,不见明星的这些私事,早已不是个人家事,而成为了全民的一件喜事。 当然这一方面,有涉嫌炒作的成分,另一方面也是粉丝们喜爱助推的原因,今早薛之谦发布微博宣称与高磊心的孩子降生,而薛之谦,高磊心两人于2012年便结婚,但随即在2015年9月便离婚,期间曾与李宇童相恋,不过又分手,又和前妻高磊心附和,如今两人拥有了孩子,也算一大喜事,现在就差公布婚纱照了, 据港媒报道,郭富城日前在女儿Chad生日派对上宣布双喜临门,已是因芳怨已怀上第二胎,随后有媒体求证其经纪人小美,她并未有否认该消息,还叫大家为郭富城集气祝福,我当然希望新到好消息,希望大家多些祝福给她。 今天,钟嘉欣在社交媒体也晒出儿子正面照宣布扮下二胎。 钟嘉欣,2004年,参选国际华裔小姐竞选获得冠军,后签约TVB而出道,同年参演TVB时装版电视剧皆大关系。 《四年》和郑一剑,林宝怡,舍世曼主演电视剧《随时后遇》,凭借该剧夺得2006年度万千星辉颁奖典礼分又进步女艺人奖,随后出演过《法政先锋》,《藏心风暴》,《金时良缘》,《搜神传》等电视剧《2007年》,也凭借电影十分爱提名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。 在影视方面发展得顺风顺水的她,就同时签约《行鱼录》,开始发行唱片《一人世界》《二人晚餐》,获得十大金歌金曲最受欢迎《女心人影奖》,以及《新城镜爆》班梁姐姐《镜爆女歌手奖》,而关于钟嘉欣的情感之路,先是在电影《十分爱》中认识同学龙,然后相恋,但是却遭了公司内部的反对,因为这时钟嘉欣已经大同大责,而吴允龙只是一个工作演员, 二人身份的不相匹配,遭到上下的不满,恐对钟嘉欣的心不产生干扰,不过这段感情也维持了八年的时间,直到2015年,二人才宣布分手,这时钟嘉欣就认识了在温哥华开诊所的几股治疗师Jeremy,后来二人就结婚生子,在2016年在温哥华产下义女,如今又生下二胎的义子,一男一女也算圆满了, 不过在今年三月,钟嘉欣微博自爆拐友二胎并宣布余满离开了TVB,并且发布长文改届TVB13年的栽培,趁现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好好养胎,当然有着13年感情的TVB,但也是一一不舍,毕竟当年年仅19岁的钟嘉欣,大胆参加了国际华裔小姐,比赛而入了行,并且参演的第一部电视剧, 就是TVB的王台至极皆大欢喜,而在出道不足一年后,拍摄的第二部戏里,就担任了女主角,对于一个新人来说不用精力跑农跑,不用精力配角,这是多么的幸运,所以钟嘉欣才会再离开TVB时发出无限感慨,而对于如今的钟嘉欣来说,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,也算一大幸福喜事,恭喜祝福她吧。